哈喽朋友们 我们现在在印尼的四水市这里 四水市是一个商业大城市 基本上整个印尼东部和北部的农产品 都是运到四水这里 然后再分发或者是出口的 然后四水的这些市民 如果他们要旅游或者度假 很多都是跑去马郎那里去度假的 所以的话我们在四水市这里 基本上就没什么景点去的了 所以的话我们就看一看四水的这些美食吧 走我们先去看看第一家 所以的话我们第一家要去的就是Babek Sinjai 应该是印度人开的烤鸭店 说实在我在印尼去过不少的地方吃这个烤鸭 感觉都不太好吃 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这个鸭的品种 还是因为喂养的方式或者是烹饪的方式不一样 又或者是他们的对这个美食的标准是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我基本上就没有找到好吃的这个烤鸭 不过在Babek Sinjai这里 我发现还可以就比我们之前去那些五星级酒店吃的 看起来更好的都要好吃 意思就是说Babek Sinjai这里 比起其他地方的还要好吃这个烤鸭 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一家NTT东地温岛的特产店这里 阿罗马 记得吗 我们之前的视频有特别讲过这个阿罗马 吃猪肉的 四水这里也有 我们点了同样的菜单 不过的话呢 说实在在四水这家那个味道还是要比在东地温岛的古邦的那一家要差一点 毕竟是四水嘛 可能它那个猪肉的质量跟不上吧 或者是其他的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辣椒酱啊 也没有在古邦那里那么好的 但是整体的来说 在四水这一家还算是非常好吃的了 那晚餐的话呢 我们就到Bukris这里 这家店是从1995年就开始了 非常的繁忙 其实他们看到了吗 还一直有人进去 非常多人 我们进来特别点了这个咕拉麦驴鱼啊 说实在我在这边吃的基本上都是海鱼 吃多了 感觉不好吃 这个淡水鱼啊 感觉比较甘甜 非常好吃 很快吃着吃着一天就过去了 那我们今天也没去哪里玩 只能试吃各种东西了 好了 朋友们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点就到这里了 那么下一个视频见咯 再见 兄弟兄 alguns 再见 1 3